还有人不知道一位13人是什么日子吗 就是娱乐圈一年一度的盛宴微博之夜呀 要说微博之夜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你想见到的明星都会盛装出席 代表着你曾未设想过的画面都会一一呈现 代表着慌乐与感动齐发 代表着一年以精彩结束 又一年以希望开启 短短几小时引来千万网友观看现场直播 并实时互动刷爆热度 这个开年第一趴直接罢评了当天的整个热搜网 没有赶上直播的小伙伴不要丧心 本篇就带大家快速盘点亮点 首先是各大明星的红毯比美 红毯生图就是检验明星们真实体态和颜值的地方 所以每个艺人造型服装都攒足了劲 必须得美得轰轰烈烈 绝不能垮掉 女时候先就来看看那些闪耀的红毯生图吧 人淡如绝的流逝世 今天一如既往的气质风 身着LSAP2023秋冬高级定制礼服 乌麦兰香钻薄沙群仙气师祖 闪耀的普希明珠唐烟 身着Jorgersk Chakra2023秋冬定制系列 金色礼服 流光盈盈优雅而美丽 今天复刻了访划中的汪小姐 是金光山上的柳金富古女郎 造型美出新高度的杨幂 今天是Zekir Murad 祖海高定旗袍亮相 披星戴月 尽显女王气质 霸榜热搜的学美公主 娜扎 一般人很难驾驭的芭比粉 被她的不老神言和冷白癖扛起来了 芭比公主真的是扛得起素 压得住烦 这个状态真的好好啊 AI走进现实 张雨昕好精致的一张脸 透视薄纱礼裙 勾勒出身材的曲线 好美啊 影面太大了 杨子穿紫色露肩长裙 加黑色长直发 贵气又撒 开始尝试成熟风的小猴子 让满满的电影质感 快溢出屏幕了 白露身着Jolly Farning 高定礼服 白色抹胸礼服 加公主盘 看起来紧急素雅 稳妥的走气质名媛路线 无数人的互联网女儿 余舒信 今天造型较大胆 身为李群好美啊 中世纪的贵族少女 及时感可可爱爱 赵露斯也尝试了 之前没尝试过的新风格 身着Eliya Wasaki 2023春夏高定 别致有趣 奶牛配色 拨点成群 魔刀女郎又带点魅惑 田席卫 今天是暗夜玫瑰公主 预袭黑白 薄纱抹胸礼服 紧尖的花式 巧妙点缀 灵动甜美的公主千女神 自带财阀千金气场的周也 有一股目空一切的美丽 越冷脸越美 女明星这边各种好看 也有个性的礼服 而男明星这边 虽然大多都是西装造型 但也满满都是小心机 不被定义的王一波 今天是棒球帽 造型亮相红毯 酷盖的装造是没做装造 主打一个简约而不简单 高贵而不高傲 中式传统大少哥肖战 今天的造型也是寻求突破 举手头足都是星光 绅士格调 风度翩翩 一如既往的摔出新高度 对观众眼睛很好的一张脸 王和帝 浅灰发色 搭配V0的彩色刺绣西装 安慰二四春夏男装系列 典雅别致的chic格调 自带书卷记者的残尖刺 虽然紧洁 却让人十分舒适 爆梗接梗 游刃有余 放得开 做个红堂也才直播充分无遗了 身世温柔的大男孩 邓维 今天是粉色王子 紧急明快 清新自然 梦艳成魏大逊今天是皮衣皮手套 无框眼睛造型 利落的眉眼仿佛要看穿镜头 眼神纱还是那么犀利 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闲眼包了 看不过来 这些红堂真的完全看不过来了 当然除了男女明星的红堂造型 最瞩目的还是内场的各大名场面 微博之夜真的是名场面很多啊 上百个亿人出席的盛会 自然漏子也不少 这就来看看微博之夜 二十大出圈名场面吧 一 红坦片 赵罗斯红坦后场冷出表情包 女将星周也 程磊刚睡醒来走红坦 陈志远合照对象 红海行段二 于是紧急立地成佛 我们张力赫 又在红坦迷路了 曾顺兮造型杀敌事件 红坦玩地比接接乐 前方王一波紧急撤回了一个红坦 二 那场片 杨敏登场就伤了雷家印一个巴掌 被纸穿睡衣出席 王家尔真躺平了 王家尔玩一波神童不吐舌头 三 舞台片 王源周深猜拳决定顺序 王源自己办到自己 好笑程度百分之百 出身为王源吓到程度百分之一 陈志远在线偷偷藏不住名台词 看得出远子从骨子里抗拒 要七七公分的 黄小明 世上最痛恨身高的一次 王一波滑步到定点 德里热巴狡猾 不会唇语都懂他在说 吓死我了 虎哥扶着心之蕾 唐烟才能下台 不是 你们十团没人同志杨浩翔啊 当然 魏布之夜最搞笑的一幕是 肖战 玛丽和雷家印度C位 倍速看更好笑了 喂 这是猫中老鼠版 躲C位吗 而且一向受控的顶流肖战 这次的魏布之夜可真是忙坏了 一会儿跟前辈黄渤 热情打招呼 一会儿又和上次年度电视剧盛典 相识的黄小明礼貌寒暄 甚至还不忘互比一下腰围 一会儿又转头跟后座的九五花顶流 白鲁赵路斯热聊 他们三位似乎看起来关系很好的样子 毕竟能让高冷的肖战聊着聊着 还手舞足蹈的女性 可不多见 上了台领取年度优秀演员奖杯时 又跟影帝影后雷佳英和玛丽 互相牵让C位 拉拉扯扯之下 小站站在台上 可爱的走起了小碎步 还有热门CP的一顿瞎顿 华人与少年第五季 最热美女CP心甘情愿 心之磊和秦岚 不仅后台近面亲民拥抱 颇有种一日不见 入隔三秋之感 在座位上 更是各种旁若无人的撒糖 直到领奖时 还要不忘秀一把恩爱 气场全开的心之磊 直接帮着忙去赶飞机 而抵见离场的青岚 带领鲜花和奖杯 引发一众网友之户 青岚的鲜花必须要给心之磊 心境流量小花 陈多林和张静怡两人同框 以陈多林张静怡的词条 成功冲上热搜 只想说美女之间的贴贴 是能不爱呢 八路张路斯相邻而坐 两人相谈甚欢 甚至还被大家质疑 是不是在聊美甲的事呢 跟八路花 杨幂 唐嫣 九灵花 杨子 迪迪热巴那种 看戏的感觉不一样 这两位虽是最大竞争对手 却能让人磕得起来 也是相当的神奇 还有善善来迟的热巴 虽然今年没有贡献红打明场面 但他在台上 不经意间的一个狡猾 同样造就了微博热搜 不再捆绑的八路花 和新剑三团体 杨幂独美 他上台前拍了拍 大头雷佳音照样出圈 大满贯影后 周冬宇 在跟影帝影后 朱一龙张小斐同台领奖时 一举获奖感言 龙年大鸡 亦非冲天 成为他今晚最大的高光时刻 年度突破演员 获得者周野张静怡 罕见同框 撞连姐妹花 引得无数眼粉之户 爽胜姐妹花的剧本 速速看过来 说巧不巧 刘涛恰好抽到 来自谭剑次的微博之夜 互换礼物 两人台下合影 散场后 有微博亲临互动 可谓是母子情深 最耀眼的 莫过于胡歌和唐燕了 他们不仅是很多人 心目中的一男平 银母CP 也是今年开年 最大话题电视剧 繁花的男女主 两人那种心动 又极为克制 隐忍的爱 让无数观众 久久不能释怀 这次又是台上 松粉色玫瑰花 又是台下笔铃而坐 甚至上下台时 更是无比赞的牵手通行 啊 真的可疯了 不管是遗憾之境的 居中情侣 还是无法实现的 生活挚友 都让人动容 知己若私 夫妇何求 那么这些经典名场面 你错过了吗